在板桥有一家德国啤酒主题餐厅 它主打的是鲜酿啤酒 店内有两大特色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上门 一个是支持棒球兄弟向球队 另外还有每周四次的助唱表演 为在板桥的这家德国啤酒主题餐厅 店内以鲜酿啤酒为主打 业者号车 机器 原料 通通都是从德国进口 就是要确保能将啤酒风味原汁原味呈现 因为我们的手工啤酒 跟别人一般的外面的市售啤酒不太一样 我们是手工的鲜酿啤酒 鲜酿啤酒的定义就是 我们是从德国直接进原物料 就是我们的啤酒花 酵母还有麦芽 然后直接进来台湾 然后用台湾的用德国的技术 用德国的乡村工法 然后用德国的机器 在台湾做制作手工的鲜酿啤酒 提到店内特色 业者大方强调 店面是全北部唯一敢公开支持 兄弟上的餐厅 另外还有每周四次 邀请知名歌手到餐厅铸唱的表演 我们晚上的话 基本上每个三五六日都有铸唱 然后铸唱的时间 大概都是从八点到晚上十点或到十一点 假日日到十一点 而且我们的铸唱 歌手都是来自于各大的选秀节目 比如明之星 超偶 星光 或者说我要当歌手的一些比赛的歌手 而整道店内的招牌菜 就有这道使用啤酒酿制 做起来相当费时的德式啤酒烤猪脚 要先卤 接着再油炸 最后放进烤箱 才算大功告成 猪脚本身它的皮烤过以后 它一定要酥脆Q弹 这样才会好吃 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大麦来做腌制 然后大麦再加上我们特制的 对家独家秘方 让它觉得说 有一点淡淡的啤酒香 也有一些烤的香味 然后咬起来不能很硬 但是也不能咬不断 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话 猪脚最好吃就是咬 起脚不见得是肉好吃 一定是那个皮很脆很香 另外业者非常推荐的 还有烤嫩鸡与特选沙朗牛排这两道 不少掏客来到店内都直接指明 牛排好不好吃 基本上就是牛排本身 它这肉好不好而已 整块肉来是什么样的品质 我们就是整块肉下去做煎烤 一般外界的嫩鸡都只有半只 在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很豪迈就是我们直接给整只 所以你会看到发现它是整个两边 所以我们这是用所谓的大麦的元素下去做腌制 所以让它肉质比较甜美比较软化 因为这边离那个板桥的夜市很近 然后来这边还蛮悠闲的 是 那你觉得这间的环境怎么样 消费还蛮平价的 而且东西好喝 还蛮适合一群朋友来这边聚会的 开业三年多 业者用心规划多样菜色与表演节目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走出自舞风格 记者沈仲代华新北市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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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